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劣势和事实同胞的深切哀悼 国务院决定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在此期间 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期致哀 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4月4日实施起 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 汽车 火车 舰船鸣笛 防空警报冥响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市集中收治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 上午10时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和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举行哀悼仪式 向因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的烈士和事实同胞表达深切哀悼 伴随着防空警报冥响 在场的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医护人员和支援武汉的四支国家医疗队队员代表 共150余人低头默哀 在这次疫情抗争过程中武汉市一共有14位烈士 其中有12位就是我们的医护队伍 我想这次应该是向他们英雄致敬 向事者默哀 通过这种形式让我们永远铭记 截至4月3日 中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3326个生命被病毒定格 2567名同胞在武汉离世 湖北14名防疫一线牺牲人员被评为首批烈士 其中有12位白衣战士 如今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 但中山大学孙毅仙纪念医院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徐可卫 回想起在疫情中不幸牺牲的同行和事实的同胞 仍忍不住红了眼眶 确实是一个爱山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场前所未有的一个疫情当中 我们好多同行不幸地离开了我们 他们都是坚守在一线的岗位上面 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也在这场疫情当中失去了生命 只要这个疫情没有完全控制 这些胃中病人还在我们的病房 那我们就是这个周旁代的这个分秒必争的 要把我们这些危重的重症的病人 竭尽全力抢救回来 据了解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作为危重症的定点医疗机构 目前还有近80名危重症患者正在救治当中